1945年在荷兰的饥荒 反而让一些儿童的一些疾病变成好了 变好转了 也就是说饥荒它本来是一件坏的事情 但是反而让一些孩子本来有病的 变得那个病都没有了 因为在这个大饥荒的时候呢 那个面包非常的稀缺 面包非常的少 没有面包吃 所以呢他们的这个疾病啊 这个病呢叫卤迷蟹 卤迷蟹这个病 它就好转了 后来呢 那个恢复供应了这个面包 然后这些疾病 儿童的这些疾病又出现了 要解决这个卤迷蟹的病呢 也很简单 就是不要吃肤质就可以了 肤质就是在这个小麦面粉里面 含有的这个一种蛋白叫肤质 那么并不是所有的人吃了这个面粉 就会得卤迷蟹 卤迷蟹是比较严重的 那这个比例比较小 可能只有1% 然后根据不同的人种可能还不一样 因为你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北方 这个东北人天天吃面食 他们也怎么也没事 这个不同的人种 它基因还有点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卤迷蟹是比较严重 第二个就是有些人并没有严重到 卤迷蟹的这个程度 但是它呢 只是有会对那个肤质敏感 吃了这个小麦啊 面粉啊 肤质啊 会有一些过敏啊 或者皮肤红啊 或者各种过敏一些情况 那么如果我本身对这个肤质吃了之后 也没有觉得什么不一样 那么我们要不要去把这个肤质 从食物中再把它拿掉呢 尤其是这个小麦 现代的小麦面粉 那么根据研究来看呢 如果一个人他专门就是不吃这个小麦面粉啊 不吃这个含有肤质的食物啊 他就算是没有这个卤迷蟹这个疾病 他也会对健康有所改善 对这个炎症啊 对这个身体的脂肪啊 这些都会减少 也就是说 有的人他吃到肤质吃面粉 感觉并没有明显的什么太大的坏处啊 没有感到明显的不舒服 那么他如果去不吃肤质 不吃面粉啊 应该还是可以对身体有一个健康 有一个提升的作用 那为什么日本人他的肥胖率只有3.5%啊 美国人的肥胖率有30%差别这么大呢 美国人吃的这个大米加小麦 那就是面粉 总共是113公斤啊 113公斤 他这个应该是一年的啊 日本人吃这个大米加小麦 是117公斤 吃的还比美国人多 日本人吃的这个碳水还比美国人多 但是日本人他肥胖却比美国人少 这是为什么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啊 这个美国人吃的这个大米是17公斤啊 小麦是95公斤啊 日本人吃的大米是67公斤 小麦是50公斤 我们能看到他们这两个地方啊 日本人在吃小麦面粉上面吃的比较少啊 美国人吃这个面粉比较多 差不多是日本人的双倍啊 因为这个汉堡啊 面包啊 这些都是面粉小麦做的 日本人呢 往往吃这个大米啊 这个比较多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一个因素 造成了美国人的这个肥胖比较多 日本人的肥胖比较少 原因之一 肤质这个东西 我们汪先生在前面的视频里面已经讲过 用那个面粉里面的肤质吹气球那一集啊 讲过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肤质这个东西啊 吃了之后啊 大家都可以吃 但是其实并没有真正的 谁可以完完全全去消化这个肤质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是很难消化的 不消化的 我们人类吃进去的这个蛋白质 大部分都可以把它剪断 把它打散啊 把这个蛋白质 蛋白质它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东西 很长很长 像个链条一样的 我们消化的时候 要把这个蛋白质把它切断掉 切断掉 然后才能消化吸收 大部分蛋白质都可以把它切断掉 但是呢 除了一种就是这个肤质 这个肤质呢 我们吃进去是没有办法把它切断 把它打散 把它吸收的 很难吸收 所以我们在这个吃了这个肤质吃了面粉之后啊 这个肤质因为它不消化 这些东西呢 就会在我们的这个肠道里面啊 在小肠里面这样子漫油啊 飘来飘去 这上面的这个蓝点点就像肤质一样 在这个肠道里面漫油 然后这些肤质在我们的肠道里面漫油的时候呢 它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是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会把这个肤质认为是一个外来的入侵物 认为它是一个外来的 像一个细菌啊之类的东西 然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去攻击 攻击它 攻击它同时呢 它就会引起这个周围啊 都会引起这个炎症的反应 因为认为是有坏能要来了 所以免疫系统在攻击它 大家看到这边攻击了之后啊 不光是把这个肤质去攻击这个肤质 而且周围的这些细胞 连同的一起啊 都出现了一个炎症的反应 炎症反应呢 这个是一个临时的正常的一个情况 在我们比如说受伤的时候 摔破了摔跤的时候 什么地方摔破了 或者有了感染了 感染了什么细菌啊什么的 身体自动的一个反应 这是一个正常的 但是炎症反应这个东西 它应该是偶尔发生的 偶尔发生的 偶尔发生一次 两次没关系 但是这个炎症反应 它不是像吃饭一样 一天三顿饭 这一天三顿饭 每一天发生这个炎症反应 每天都有炎症反应 一天三顿饭吃进去就有炎症反应 那这个炎症反应 就会变成一个长期的 漫长的一个过程 你就是说你的身体 你每天吃三顿饭 所以你的身体一直在有炎症反应 炎症反应 就会变成一个慢性的 长期的炎症反应 然后这样的话 对健康是不好的 这样就对健康不好 你这个炎症反应 偶尔你摔一跤 或者什么地方感染了 一个月发生了两次 一星期发生了一次 偶尔发生一次 那是没问题 但是你天天的 时时刻刻都在炎症反应 发生炎症 那你这个就是会出问题 然后你这个慢性的 长期的炎症的反应 就会引起其他的各种疾病 有研究说很多的 很多的慢性疾病 它都是跟这个炎症反应 长期的炎症反应相关的 像这个衰老 阿滋海默病 癌症 还有什么糖尿病 还有很多很多 说不上名字的 各种各样的 奇奇怪怪的病 它都跟炎症有关系 因为身体的每一个部分 它都有可能会有炎症 所以说你吃进去 这个肤质不仅仅是 影响一个器官 而是影响全身 各种器官都会有影响 也就是说 你这个肤质吃进去之后 你觉得没啥 每天吃面食 每天吃面粉 每天吃面食 好像没什么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你的身体一直在发生了 这个慢性的炎症反应 但是它没有严重到 要让你去上医院的这个程度 但是它身体一直在 慢性的炎症反应 这样就会促进你的这个衰老 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是一个简化的图 当中这个人的身体当中 有一个通道通过 这就好像是人吃东西 从这里 东西从这里进去 然后再从这里拉出来 再从进去 这里出来 从二维的结构看 这人就是这样的 从二维的平原来看就是这样的 那么身体内部和身体外部 当中这个通道经过的时候 它当中是一个隔离的 就是说食物本身是不能够跟这个身体混合在一起 当中有一个边界 这个边界在这个肠道 就是我们这个肠道的壁 肠道的这个细胞构成的那个肠壁 这个肠道的作用之一 就是说它会把这个食物 肠道里的食物 跟身体的其他部分把它分开来 不能随随便便 让你肠道里的食物 就跑到你的这个身体里面去 因为有些东西是有害的 这个人的肠道的壁 它就是要防止肠子里面的这些食物啊 东西啊 渗漏到你的这个身体里面去 防止它这些食物渗漏到身体里面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肠道的壁的细胞 你看这个一个一个就是这个构成 你这个肠道的壁的细胞 它们排在一起构成了像一堵墙一样的啊 挡住了这个里面的物质 不让这个里面的物质跑到外面来 这边也是有一个图啊 你看但是它这个当中 但是这两个细胞当中你看 两个细胞当中中间是有一个缝缝的啊 缝缝的这个缝缝两个细胞连得非常紧密 这称为紧密连接 紧密连接 紧密连接啊 这个地方就像你的这个肠道啊 这肠道是隔离你的身体内部和身体外部进行一个隔离啊 这边是肠道的食物啊 你看这黄颜色的都是你吃进去的这个食物 那下边呢就是你的这个身体啊 然后一般的时候这个门这个当中这个缝呢 是很紧密的 这个食物是不能够漏过来 但是有时候它这个门会将这个缝缝会打开 打开了之后那你这个食物里面的这些都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会漏进来 就漏到身体里面去了 打个比喻来讲啊 人的这个身体就像一个城堡 人的这个肠道的这个细胞呢 就好像是守卫啊 防止这些外面的呃 外面的东西随随便便的进入你的身体啊 守卫这个城堡的啊 那么这个城堡啊就像一个门就像一个吊桥一样的啊 这个吊桥打开了之后 哦这个外面的人就能进入城堡了 但是有一个分子叫Zenulin 这个东西可以控制你这个肠道的细胞 这个吊桥这个门是打开还是关上 这个分子可以促进促使这个肠道的细胞啊 把这个门打开 然后让外面的东西就进到你的身体里面去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肤质啊 这个是肤质当中的一种啊 肤质呢 它是由两种蛋白构成的 一个叫脉骨蛋白 一个叫脉胶蛋白 这个Gliding呢 它就是一个肤质当中的一个叫脉胶蛋白啊 肤质是由两种蛋白构成的 这是其中的一种叫脉胶蛋白 这个脉胶蛋白你看 它是长长的像一个珍珠项链一样的是吧 像一个珍珠项链一样 很长很长的一串 这一串一串这个小圆圈 其实它这些就是氨基酸啊 这些氨基酸 连成了像一个珍珠项链一样的东西 构成了一个叫脉胶蛋白 然后这些蛋白里面有一些部分 它是人体不能消化的 像这个彩色的 这个绿色的 蓝色的 黄色的 红色的 这个彩色的 有颜色的部分 是人体是不能消化的 这些蛋白啊 它以某种形式连在一起 能就消化不了它 好 下面这个核心关键的问题来了啊 这边有两个蓝颜色的 有两串是蓝颜色的 这个 这两串蓝颜色的 这个东西呢 它会去跟你的这个城堡 去给它讲 释放Zonulin 我们前面讲过Zonulin 这个东西 这个蓝颜色的东西 它导致了肠道的这个细胞 去释放了Zonulin Zonulin释放了之后 有了Zonulin 然后这个细胞 它这个门就会打开 它这个门 缝缝就会变大 门就打开 那个吊桥就放下来了 放下来之后 那么这个肠子里面的 吃的这个食物啊 这些肤质啊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有可能会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 然后就会导致 身体的免疫反应 以及产生炎症 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是 这个在这个麦胶蛋白里面的 这两串蓝颜色的 这个 这个氨基酸的这个链啊 这个蛋白的这个结构 它会导致细胞 身体细胞去释放Zonulin 这个Zonulin 中文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翻译啊 现在好像也查不到翻译 大概中文现在还没有正式的翻译叫什么东西 释放了这个Zonulin之后 这个Zonulin 它再会去命令这个细胞 把门打开 把门打开 把这个吊桥放下来 让外面的物质进入到 穿过了 让外面的物质穿过你的肠道的这个壁 进入到身体里面 进入到血液系统里面 这就是导致问题的原因所在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图 更加明显啊 就是说这个肤质里面的麦胶蛋白 让这个细胞去释放了Zonulin 这个Zonulin释放了之后 这个Zonulin就像一把钥匙一样的 他去说告诉这个细胞把门打开 然后这个细胞你看 他就把门打开了 这个当中你看到没有 两个红的细胞当中的凤凤 这个凤凤就是他们的这个大门啊 他把这个凤凤就变大了 细胞之间的凤凤就变大了 变大了之后呢 那你这个肤质里面的一些这个麦胶蛋白 一些链啊 一些链不能消化的这些链 消化不了的这些链 就会通过这个凤凤 进入到你这个 肠子的这个细胞壁的后面 就是它的血液系统 就是这些没有消化的东西 消化不了的东西 就会进入到血液系统里面去 这个图非常形象啊 这个少纽冷导致了这个细胞当中的裂缝变大 然后那些消化不了的东西就进入到你的血液系统 导致问题了 好那我们看这个图 你看这个黑色的这个一串这个珍珠项链啊 这就是珍珠项链上面的一串串的这个消化不了的东西 就进入到血液系统里面去了 这就会导致问题 因为你这是你你不该来的地方 你来到这里那你身体就会认为啊这个是啊外面有细菌来了 外面有敌人来了 就会去进攻他 有的人吃面包吃这个肤质吃了七十几年了啊 但是这个鲁迷蟹这个疾病呢 它的发病率在在上升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那么为什么呢 那这个跟这个小麦面粉的消费量有关系 根据我们看这个美国的小麦面粉的消费量 你看它是一个上升的 就是说美国人吃这个小麦面粉 从1968年到2012年 它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小麦面粉吃了越来越多了 也导致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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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迷蟹这个疾病的发生 还有呢就是我们超市里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食物 各种零食啊 这个拆开就能吃了这些东西 它都是用面粉做的 所以它里面大多数都含有这个肤质 然后这种零食啊 这种方便的食品越来越多 然后消费的也越来越多 然后肤质呢 它还是一个食品加工里面很有用的一个东西 它的这个肤质它有这个粘性啊 所以呢在一些很多的这个食物啊 甚至在这个唇膏 做唇膏里面 它也有这个肤质啊 在那些这个sauce 就是那个番茄酱啊 一些酱啊 一些里面 它也有这个肤质 它是一种很重要 一种食品的一种 一种原料啊 它的这个特性 就是很黏的这个特性 可以用来做这个唇膏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我们吃的这个小麦 跟一万年前的小麦 已经是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人类为了提高这个小麦的产量 进行杂交杂交杂交 然后这个小麦产量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肤质含量 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它是往着这个量的方向去发展 并不是变得越来越健康 而是产量是高了 但是对人的这个肤质 对人体不利的这个伤害 也越来越多了 根据这个杂交杂交了之后啊 现代小麦的基因 跟古代小麦的基因 已经不一样了 现代小麦的基因 里面这个肤质啊 表达肤质的这个基因 越更多啊 比古代小麦要更多 所以它的肤质含量也就会更多 第三个原因就是说 我们的用小麦来做食品的方法变掉了 在很久以前 我们做用这个小麦面粉来做食品 要把它进行发酵 发酵而且要发好几天 但是现在呢 从这个面粉变成面包 大概只要两个小时 因为它是一个工业化的处理 速度变快了 发酵的时间就短 那么发酵时间短 那么它里面的肤质 能够把它把它降解 变成别的东西 把这个肤质把它通过发酵 让它变掉 那这个就少了啊 也就是说 发酵时间短 它这个 这个遗留的啊 存留的肤质就变多啊 发酵时间短 存留的肤质呢 就变多了 那些有鲁迷蟹这个病的人 以及对肤质敏感的人 那么你不吃这个肤质食品啊 你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改善 那么就算你没有鲁迷蟹的病 就算你对这个肤质也也也不敏感啊 我吃了无所谓 但是你就算是 比如说 说有些东北人 中国人 东北人 天天吃面条 天天吃面食 他觉得我无所谓 那么就算是这样的人 他不吃肤质 不吃现代小麦 把这个现代小麦 把它戒掉 那么对他的健康 也是会有提升的 虽然不是明显的提升 但是对他身体内部的这个 一些炎症啊 一些慢性病啊 一些看不见的东西 比如说 你这个身体的内脏的脂肪啊 身体的脂肪啊 炎症的这个程度啊 他都会有改善 就是说 你没有明显的肤质导致的疾病 你去戒掉肤质 也是对身体会有好处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专门去买一些 没有肤质的食品就好了呢 因为现在很多超市的货架上面 都会写的 不含肤质 不含肤质 Gluten Free Gluten Free 我们是不是买这些食物就好了呢 也不是的 因为呢 这个肤质呢 这个东西呢 它在面粉里面 它会让你感觉有嚼劲 有嚼劲啊 然后它是很黏黏的 拉不断的 这种有嚼劲 所以呢 有些没有肤质 把肤质去掉之后呢 这个厂商为了增加它这个食品的口味 口感 风味 它就会加一些糖啊 然后一些不健康的脂肪啊 来弥补没有肤质 缺失肤质造成的这个口感的下降 所以这个厂商它是把这个肤质拿掉了 但是它又放进来了很多人工添加剂来弥补丢失肤质造成的口感下降 它因为厂商要卖东西就要让这个东西做的好吃 好吃才卖得掉 它为了健康把肤质拿掉 但是它又放进了很多的人工的糖啊 一些不健康的脂肪啊 各种各样的添加剂 所以呢 也不是说专门去吃这个没有肤质的食品就是好的 尤其是加工食品啊 没有肤质的加工食品并不是健康的 最好是吃没有肤质的原始的食品自己买回来自己烹饪 这个是最好的